特朗普夫妇首次访问英国,意义非凡,7月12日到达英国后,特朗普夫妇就马不停蹄啊,当日会见了英国首相特雷莎梅,特莎梅,及其丈夫,梅拉尼亚不愧曾经是超模,一身黄色的长裙亮相太惊艳了,但怎么感觉好像是去走红台,反而是同台的梅姨,红色乌绣连衣裙,端装高扬, 非常适合这样的国际场合,梅拉尼亚一向都是高冷范儿,被外媒称为面无表情的脸,这次当然也是一如既往,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,倒是身姿非常挺拔,一太可以给满分了。 对于特朗普这次首次访问英国,当地的部分民众,却不是很乐意,所以,由外媒有就开始吐槽第一夫人这些女伴的look了,这难道不适合窗帘撞衫了? 不比不知道,谁撞衫谁尴尬啊,真是有点像,访问第二天,川普夫妇受英国女王的接见,92岁英国女王一如既往的超长待机,蓝色艳花外套,也就是那个时髦的彩虹奶奶,川普这红黑箱件的领带,也是点睛之笔了,非常闪耀。 第一夫人这次身穿米白色的套装,丽领的设计显得高贵气质,梅拉尼亚这次一改往日的高冷饭儿,微笑出镜,真是难得啊,梅拉尼亚这次将头发挽起,比起昨天那套和梅伊同胎时候的look真是气质绝佳啊,这才发现,梅拉尼亚笑起来,真是非常有感染力,身高180公分的梅拉尼亚,再加上穿上这么高的高跟鞋, 站在女王身边,显得非常高大啊,这身材也是捏天了,48岁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,令人羡慕不已。 这不禁让人想起之前,奥巴马携妻子米歇尔访问英国,奥巴马在任期间,一共五次访问英国。 这是2016年第五次访问英国和英国女王以及贝利普及王的合影,米歇尔选择了高贵的紫色连衣群,也是非常雍容华贵的。 奥巴马多次访问英国,米歇尔特优扬,可女神,可高贵,以不同风格的look去见女王。 所以说,这次梅拉尼亚选择的米白色桃装,显得非常低调,但是挡不住的高级感啊,这套look可以给满分了。 这次,特朗普访问英国,英国王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,场面非常隆重。 据悉,当天特朗普夫妇,结束了在英国的外事访问,目前已到达苏格兰继续进行访问。 所以,这次川普夫妇见英国女王,梅拉尼亚难得放弃高冷范尔,微笑亮相气至绝佳,你们pick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